下午的4点40分来关心这个最新现场 在新北市土城一名富商 日前家里遭小偷 千万珠宝首饰都被搜夸一空 而警方调查之后才发现了 之前帮富商装潢房子的工人 设有仲嫌 约谈到案之后居然发现了惊人内幕 最新现场究竟内幕是什么 李英亭的报道 是的主播 新北市政府土城分局 昨日破获一起预备掳人勒俗 及窃盗案件 蔡信祖贤到女屋主家中进行装修工程 见屋主家里富裕 心生歹念 原本是想要绑架勒俗 但没想到屋主不在家 最后偷走价值约600万元的赃物 我们来听一下警方的说法 调约监视器 然后把调查发现 这个屋主呢 他曾经有在10月底的时候 有装修工人来装修 那我们锁定一个工人 来请他道案说明 然后这个工人 道案说明说坦诚 他是预备要绑架 女屋主 然后不承 然后才利用那个 在装修期间拿的钥匙 偷走假装的财物 然后我们也顺利的那个通知 来捕另外一个他的女友 然后起出价值那个600万的赃物 嫌犯随之珠人 从上锤吊向下 从阳台进入行窃 幸好警方及时查获 顺利将犯人 谈送法办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星 我们将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我们将进入行窃并 那么我们将在 confian 我们下车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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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车站出来